女人结婚八年排卵期从不避孕 却一直怀不上孩子 本以为这次立假推迟会怀上 结果验孕棒还是一条杠空欢喜一场 殊不知丈夫早在婚前偷偷做了结杂手术 只是为了过没有烦恼的生活 而她却因为没能生下孩子 经常被势利婆婆拿来羞辱 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因为娘嫁条件不好 婆婆从来不把她放在眼里 尽管她的儿子好吃懒做到处闯祸 也不容许至于说她的儿子的不是 嫁给这种好吃懒做没本事的丈夫能有多累 至于每天都得身兼多职 早上送完牛奶 还要去朋友的咖啡店工作 中午到小叔子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加油站兼职 之所以这么努力地挣钱 就是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两人结婚八年 一直和婆婆小叔子同住在一起 不光要包洗全家的衣服 还要为一大家子准备早餐 在这个家她就像保姆一样 承包所有的家务活 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反而经常受到势利婆婆对她各种不满 以及得看刻薄的小叔子的眼色 她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如今攒了些钱 终于有机会摆脱这样的生活 至于的内心无比的激动 告诉丈夫今天不要再睡懒觉了 记得准时到中介和她一起去签租房合同 可当至于和房东都谈好了 就等着丈夫来签和同交钱了 却迟迟不见丈夫的踪影 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 为了面子第一次租房一定要写她的名字 房东已经等了不耐烦了 因为不守时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他们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辛苦挣了房租钱很快就打水平了 此时不靠谱的丈夫因为开餐车分神追尾了豪车 正在和对方商讨赔偿的是 至于没租到房子失落地走出中介 却看见丈夫在和别人争执 她连忙上前了解情况 得知追尾是丈夫的权责 而且对方要求报保险处理 定损维修的要9000多万 高额的费用让至于吓一大跳 请求对方行性好能不能赔偿少一点 自己多年辛苦打工抬租了3000多万 本来是准备用来交租房的保证金 可对方根本就不理他的难处 只要报警处理 这时一旁的郑宇看出社长有意想讹诈对方钱就出面帮忙 恰巧之前在考场和智宇有过一面之缘 同情他辛苦挣钱不易 让社长可以到自己认识的朋友那边维修 那样费用会少一些 郑宇见社长不为所动 便悄悄在他耳边说 如果让别人知道一个老板讹诈穷人的钱 别人会怎么看你 最终社长妥协解决了赔偿的事 但租房子的费用就这样 夫妻两只能去乡下找工作 至于希望公共搬回家里和婆婆一起住 然后把乡下的房子让给他们住 但公共不想和刁蛮势利的妻子住一起 两人触不来他才搬来乡下过清静日子 所以公共不同意志宇的请求 婆婆得知夫妻俩暂时不搬出去住 不耐烦地让他们尽快找到房子 因为现在住的房子要准备卖掉 他不允许两人一起搬到刚贷款租的豪宅 但是准备给事业有成的小儿子傍财罚千金的婚房 没出息的丈夫听到要搬进豪宅住 就想到时赖着和母亲一起住就可以了 还让志宇不要担心找不到住的地方 有这种窝囊的老公真是佛 志宇气到不行 他只想努力工作赶紧攒钱搬出去住 不管丈夫的阻拦半夜还要出去兼职 志宇在加油站上班时 却遇见今天帮他解围的男人 两人都感叹着不可思议的缘分 他却不知这个男人今后将会帮他摆脱贫困的命运 志宇为了感激男人对自己的帮助 给他多送了一些纸巾 为了报恩志宇趁加油期间帮男人擦车子 忙完他提桶脏水去倒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志宇只顾捡地上的刷 却没有留意到后面倒退的油罐车 不知自己是财阀千斤的灰姑娘 竟然在加油站做清洁工 却丝毫没留意到危机来临 后面一辆油罐车正在倒车 恰好他的位置就是盲区 幸好被富二代郑宇及时救下来 定睛一看郑宇认出女人是自己大学时暗恋的对象 两人就这样抱着在地上不起来 也不知道想干点什么 直到司机下来两人才尴尬地分开 可志宇却对男人没有一点印象 只觉得和男人很有缘分一天能碰见三四回 感谢郑宇多次解纳和救命之恩 都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个男人报恩了 说着又被同事叫去工作 看着志宇的背影不禁回忆起 当年志宇在校被同学传成魔鬼一般的存在 因为家境停寒他一有空就身兼数职 时而出现在便利店工作 时而又在网吧做网管 时而在烧烤店做服务员 郑宇对这个坚强朴素的女孩产生了好感 还来不及表明爱意 就再也没有志宇的消息了 多年后再见双方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虽然他却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但能再次见到他还是很高兴 郑宇只好将这事藏在心里面 每年这个时候郑宇的奶奶都会做噩梦 梦里他就快要抓住失踪三十年的孙女 奈何又被噩梦惊醒 才罚奶奶拜托郑宇 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找到他唯一的孙女 郑宇连忙安慰奶奶一定会帮忙找到 却不知此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郑宇下班回来废财老公没心没废早就睡着了 公公得知儿子把儿媳租房的钱都败光了 他专程把志宇叫出来请吃饭 还特意带自己在乡下种的农产品 让儿媳自己一个人留着吃 志宇连忙感谢公公对自己的好 当他看着服务员上的菜质感到惊讶 平时他省吃简用惯了 深知这顿饭价格应该挺贵的 公公没什么收入还把最好的给自己吃 他感动的意识不知道说什么好 公公看着善良嫌淑的儿媳 很感激他这些年为这个家吃了很多苦 是自己那没出息的儿子对不起他 惭愧作为爸爸也没能为他们做什么 而自己为了过舒坦的日子躲到乡下 觉得这些年太对不起儿媳了 让儿媳多吃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志宇听着公公的话 内心瞬间温暖起来 嫁到这个家所受的委屈也不算什么了 回去的时候公公嘱咐志宇不要活着那么累 把所有的兼职都辞掉 要不然完胜永远是个扶不起的阿兰 一个男人就应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志宇上一秒刚答应公公不做兼职了 下一秒又跑到豪宅帮人搞卫生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这栋别墅是婆婆为小叔子贷款租的房子 志宇清洁完别墅正准备离开时 无意间看到隔壁的豪宅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不由自主地往前查看 不料房子的主人崔社长突然开门出来 两人四目相对 崔社长根本就不敢想象眼前的女人 就是自己日丝夜想的女儿 询问女人是来找谁的 志宇惊慌失措 连忙解释是因为看到墙边种的树很好看 所以就被吸引过来了 然而分开33年的妇女俩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错过了 志宇回来路上还是对那个豪宅很好奇 便打电话询问 羊母小时候是不是在那里住过 羊母只觉得女儿糊涂多想了 而回到家里崔社长不禁感慨女儿在世时 店子里还都是小树 如今已经整成参天大树了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失踪女儿的项目 也因此他们一直都没有搬家 为的就是等哪天女儿能找到回家的路 告诉妻子希望能尽快找到公主女儿 因为怕岳母的年纪等不到相见的时候 也许是血脉相连 志宇久久缓不过神来 一直在想那个熟悉的豪宅 却被婆婆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 责怪志宇大半夜的做什么白日梦 还在厨房这里搞什么叮叮咚咚的 你不睡觉别人还要睡觉 志宇解释明天要搬家了忙不过来先收拾 明天一早还得上班 这么能干的儿妻不但得不到表扬 反而被嘲讽穷酸样 准备睡觉前 志宇整理自己小时候的物 看着小时候的自己无忧无虑 仿佛忘了婆婆给她带来的不愉快 与此同时 正于因为奶奶让她尽快找公主孙女 她又想起小时候和母亲来到这个家 公主带她热情友好犹如亲哥哥 让她瞬间融入这个重组家庭的温暖 单看着和她相处一年的照片 她觉得两人只要见面便一定能认出来 殊不知公主是她大学时期暗恋的女孩 今天是志宇一家人搬家的日子 太一大早就准备了早餐 婆婆就开始白脸色 让夫妻俩要感谢小叔子的功劳 只是暂时收留他们住进新房子 等小儿子取了财阀家的千金就得立马搬出来 志宇知道寄人篱下凡事都要忍 对小叔子感到很抱歉 表示他会想办法此块搬出来 然而不懂得察言观色的丈夫 竟然对弟弟泼冷水 想取财阀千金不能太心急小心栽灯头 话不投机就激怒身为律师的弟弟 条全胜本就看不起不争气的哥哥 眼见兄弟俩剑拔弩张 天心的婆婆袒护小儿子 现在寄人篱下居然还有脸和弟弟顶嘴 婆婆面对着没出息的大儿子 又把怒火对向儿媳 志宇无缘无故的又被羞辱 委屈的又忍不住的流泪 要是视力的婆婆知道志宇是财阀千金的身份 那该有多后悔现在这么羞辱儿媳 女孩未婚先孕来找男友负责 可男人见到她却是满脸惊恐 她没想到当初只是和她玩而已 女人竟然偷偷瞒着她怀孕 男人坚决不承认是她的种子 身为律师的她还想要告女人恐吓勒索 警告女人这里不是精神病院 你不要在这里发疯 恋爱脑的女人表示能理解她一下子没法接受事实 给她两天的时间考虑他们两人的未来 说完便转身离开 条全盛快要被欺诈了 她一心只想找富家女 能让自己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她不可能让这个大肚子女人来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 于是她在母亲的帮助下 立马和韩秀集团的财阀千金推一一相亲 化身海王展开猛烈追求模式 为表忠贞和财阀千金说自己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牵过 才当第一次见面就求婚 这个把财阀千金整个无语极了 结婚是要找自己爱的人不是那么随便 更何况我跟你才第一次见面 但男人很有信心不超过两天就能拿下富家女 每晚制造偶遇千金下班送鲜花 短信各种嘘寒问暖 这辽媚技术让崔玉似乎有些动摇了 而朴全盛却自以为已经拿捏了财阀千金 却完全忘了两天前大肚子女友的话 为了尽快能攀龙腹凤飞黄腾达 朴全盛的母亲不惜痛下血本 把原来的房子卖掉花十亿租下豪华别墅 为的就是看起来能够门当户对 只要财阀千金嫁进来租金就不用担忧了 可到了搬家这天 恩珠却挺着大肚子出现在朴全盛面前 一家人听完恩珠的介绍惊掉下巴 朴母气到差点没原地去世 大儿子找了个家境贫穷的媳妇 她绝不允许女人破坏小儿子的前程 坚决要赶走眼前即将临盆的孕妇 至于看到婆婆对孕妇如此野蛮 连忙上前关心孕妇怕她会摔倒 这么一闹家人都知道了她的丑事 条全盛只得把恩珠拉走 她去银行企图用超能力赶走女人 并警告恩珠拿着这些钱赶紧滚蛋 说完就愤然离去 可恩珠岂能善罢甘休 她一定要让男人为她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当志宇和婆婆一家子刚搬进豪宅 正好遇到隔壁豪宅催正一家人刚回来 夫人考虑到日后都是邻居 上前打招呼介绍 势力的婆婆连忙上前献殷勤 其实她早就知道对方一家人的身份 来这里租房就是想让自己的小儿子 进水楼台先得月 因为奶奶是知名企业韩秀集团的会长 她假装和对方很有缘分 连忙介绍自己是朴全盛律师的母亲 八字没一撇就和夫人说 自己的小儿子正在和令千金交往 等搬好家了一定要请他们过来做客 条母很担心小儿子被大肚子女友纠缠 打半天电话都没有接通 没出息的大儿子不嫌是都还火上浇油 气得他随手拿起什么东西 就往大儿子往上扔 没出息的家伙赶紧滚出去 胡料条夫却找上门心事问罪 询问儿子你们的败家母亲在哪里 竟然敢借一大笔贷款来租房子 丸盛却说现在不是找母亲的时候 我们家摊上大事 准备想把弟弟全胜要当爸爸的事说出来 至于连忙阻拦是一丈夫婢子 但完胜嫁不住父亲的威严 直接说全胜把人姑娘搞怀孕了 得知小儿子在外面闯大祸 气得他想抄家或想去教训小儿子 也就在这时 条母却挺着大肚子站出来 告诉老公是他怀孕了 条父责骂妻子是不是疯了 当我是三岁小孩这么好骗的吗 然而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此时真正的孕妇却出现了 毫无依靠的恩珠找上门 来让条全胜一家人负责 正值得公公得知小儿子使乱中气的行人 气急败坏的指责妻子这个家都管成什么样了 还有没有点良心 这天是恩珠的预产期 无依无靠的他只能再次找上门求助 刚回家的财阀千金和哥哥崔正玉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们一起帮忙将恩珠送到了医院 恩珠极力要求先做定理检测 让志宇一定要叫嫖律师过来 为了证明孩子真的是他的 单方面奔赴的爱情下场就是这么惨 好在能遇到志宇这个嫂子帮忙伴侣住院手续 但因为出门太急没有带钱 崔正玉帮垫付了医药费 他又一次欠他的人情了 令志宇没想到的是 崔正玉叫还妹妹的名字是 怎么这么熟悉 原来小叔子的相亲对象就是财阀千金崔一玉 看来小叔子的豪门女婿梦要破灭了 志宇赶紧联系小叔子赶紧来医院 告诉他恩珠要生了 但没想到小叔子知道后 竟然叫志宇不要多管闲事 赶紧离开医院 真是没见过这么渣的人 这种时候还能淡定地去找财阀千金约会 对于志宇发来的信息他直接无视 医院里传来孩子的哭声 母子平安 志宇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 恩珠以为有了孩子条律师会回心转意 没想到他会这么狠心 而恶毒婆婆知道自己喜当奶奶了 气得打电话让骂志宇赶紧回来 是不是想被赶出家门 志宇见没有人照顾恩珠坐月子 提议把这事告诉他父母 可恩珠却恳求志宇不要这样做 父母身体不好知道的话会受打击想不开的 现在唯一能帮他的只有善良的志宇了 眼见财阀千金已经陷入他的圈套 这成龙快序指日可待了 但当下最棘手的事情 就是要悄无声息地把前女友和刚生下来的孩子送走 于是他命令大嫂把女人和孩子送到缅北去 他表示会支付所有的费用以及每月的赡养费 志宇没想到小叔子会如此残忍无情 这可是关于一个女人和孩子的今后人生 自私的小叔子只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他还以为大嫂会和他同一战线 却没想到志宇会反抗他的做法 志宇气愤地告诉小叔子 自己绝对不会帮他做这种丧良心的事 见小叔子毫无悔改之意 他只好说出今天带恩朱去医院生产的人 就是你一心想帮上的财阀千金和他的哥哥 小叔子开始慌了 意识到自己的豪门计划要泡汤了 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嫂子 你是不是把事情说出去吧 志宇表示自己当时很想说 但考虑到都是一家人不想他到时那么难堪 就是想给小叔子悬崖了马坦白的机会 这时婆婆夺门而入 为了小儿子的前程 他想试图劝说志宇 而志宇的丈夫见家里要天下大乱 每次遇到什么事情 他第一时间提同跑路 等解决完之后才回来 这次婆婆却一改往日尖酸刻薄的嘴脸 拜托志宇一定要守口如瓶 为了小叔子的前程帮忙 把恩朱和孩子送到国外去 只要帮忙解决这件事情 自己绝对忘不了你的功劳 并承诺会给志宇一笔分家费用 以后家里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他操心 面对婆婆开出诱人的条件 志宇确实有点动心了 结婚八年婆婆对她就像使唤下人一样 一直都想搬出来住却没有实现的愿望 但想到富二代崔正玉平日里 帮自己解决很多麻烦事 还救过自己一命 做人要知恩图报 她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欲 而毁了崔正玉妹妹一辈子的幸福 她要让财阀千金探亲小叔子扎男真面目 志宇一借还恩朱医药费约崔正玉出来 恰巧崔正玉把她捡到的挖结机证书还给志宇 却不小心把她要帮奶奶寻找的孙女照片散落一地 至于健壮连忙附身帮忙捡起来 可她看着照片里的孩子怎么就那么眼熟 却不知她就是财阀一家苦寻失踪33年的千金 还没来得及多想 崔正玉转移话题说我妹妹崔一玉小时候的照片可爱吧 她这才想起今天的正事 于是她鼓起勇气决定告诉崔正玉实情 崔正玉听完后非常气愤 没想到朴律师是这么渣的一个人 昨天晚上她还能若无其事地来找自己的妹妹 还能那么淡定地和她打招呼 这简直把他们一家人当傻子来耍 瞬间也让她对治愈之前的好感降低 崔正玉把一切都告诉了妹妹 妹妹听到后简直就要惊掉了下巴 这个渣男竟然还能无所顾忌地约她出来 还能这么从容淡定 堂堂财阀千金竟被渣男愚弄感情 她要气渣 接下来有好戏看了 自私的渣男还解释自己是受害者完全不知情 还试图想挽救和财阀千金的感情 表示她会把母子俩送出国 这辈子都不会去见他们一眼 这是个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真是震惊了财阀千金的三观 实在忍无可忍甩手又给渣男一巴掌 不由得感慨真心感谢上天的帮忙 早发现你这个人渣的真面目 即使只损远离渣男 本以为有了孩子就可以留住男人 却没想到男人如此绝情 都不舍得来看他一眼 就连婆婆还要抢走他刚出生的儿子 不仅不把他当成儿戏看待 还要在医院当中羞辱 他是利用生孩子来挣钱 休想来毁掉他儿子的人生 有多难听的话就骂得多难听 完全不顾及女人刚分娩完的痛苦 一旁帮忙照顾女人的治愈 养母实在看不下去了 虽然两人是亲家关系 但他一直看不惯亲家母势力的嘴脸 上前替恩珠说话 却反被婆婆斥责不要多管闲事 逼恩珠赶紧把她的孙子抱出来 恩珠无奈跪下来 恳求婆婆不要带走自己的孩子 婆婆却不为所动 让她不要在这里装可怜 也就在这时 民事里的公公出来训斥闹事的妻子 碍于丈夫的威严 赤别的婆婆只好灰溜溜地先行回家 可恩珠母子俩孤苦伶仃不能坐视不理 至于知道婆婆来医院闹事也赶过来 主动告诉公公自己已经把小叔子 有孩子的事情告诉了财阀家里人 小叔子的豪门女婿计划落空 为此她感到很抱歉 没想到公公没有责怪 反而觉得这是应该由她去说更好 毕竟是自己混账儿子闯出来的祸 接着公公拿出医药费和生活费 交代大儿媳智宇去办理出院 得知恩珠母子俩没有住宿 让智宇将母子俩接回家里住 恩珠不敢相信男友父母已经接受她了 感觉所受的罪都值得 开心地和宝宝说可以回爸爸家了 却不知这个渣爸爸还死皮赖脸地给财阀千金发短信道歉 祈求能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 所以欲被渣男的厚颜无耻气到无语至极 忽然意识到渣男搬到自己家隔壁墓地不存 都有孩子了还想着攀龙富凤欺骗自己 实在太可恶了 告诉哥哥自己要以欺诈勒索告他们一家子 而赤别的嫖全盛还在懊恼着怎么挽回财阀千金 却看见大嫂智宇带着前女友和孩子回家 正好撞上她的火药筒子 便要让恩珠带着孩子滚蛋 她绝对不允许女人带着孩子进门 几人拉着争吵的一幕 却被刚回来的财阀一家人看到了 财阀奶奶知道自己的孙女被渣男欺骗感情 瞬间恼羞成怒 处着拐杖上前叫去这个败类 至于看老人行动不便怕受伤害 上前想让财阀奶奶消消气 反被一把推开 结果不小心脚也给扭伤了 崔正玉连忙上前询问她有没有受伤 无辜的治愈又成为了受害者 直到公公出来向财阀一家人道歉 才终止了这场闹剧 恩珠母子才得以进家门 条权胜不服父亲的安排离家出走 婆婆为了袒护儿子无情的要把恩珠赶走 她死也不情愿接受这个穷女人做自己的儿媳 公公身为一家之主实在受不了妻子这么胡闹 大发雷霆这才让婆婆消停 小儿子离家出走投资的豪门美梦破碎 婆婆烦得一夜未眠 认为这一切的过错都是大儿媳害的 她气急败坏地将儿媳拖出了大门 可怜的治愈身无分文就这样光着脚丫子被赶出来 可怜的治愈身无分文 被赶出来没穿鞋子也没有手机 正想着等废财老公能够发现出来接自己 却遇到出来晨跑的富二代崔正玉 她上前把自己的鞋子递给治愈 接着带着她去临时买双拖鞋 因为身无分文又没有手机 治愈只能先找崔正玉借手机打电话 而不靠谱的丈夫却觉得陌生号码打扰她睡觉 直接就关机了 崔正玉感到很抱歉 因为妹妹的事让治愈被婆婆赶出门 看着曾暗恋的女孩如今过得这么可怜 内心莫名感到很失落 随后贴心地给治愈清理脚伤上药 每次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是富二代挺身而出 和废财老公形成鲜明对比 治愈被婆婆赶出来无家可归 只能回扬你家 而不知羞耻的婆婆又想通过阔态圈 在物色下一个财罚千金相亲 不料之前的介绍人 把她儿子干的好事全都说了出来 明明儿子都有孩子有女朋友 竟还隐瞒着出来相亲想攀高知 随后让大家广而告知不要上当 她要让这个婆婆在圈子里无法立足 恶人自有恶人魔多心不亦必自闭 同样下场的还有她引以为豪的小儿子 条全盛找到财罚千金的父亲付金请罪 崔社长一眼看穿渣男的人品 并警告她如果把和自己女儿交往了 是说出去的话 就会让她身带名裂 然而渣男依旧不死心 一句话说中了崔社长的痛楚 他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狼子也行 做事不择手段 就这智商还想做豪门上门女婿 真是笑死人 同一天时间婆婆和小叔子 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智宇终于联系上了废财老公 男人这才知道自己的老婆早上被母亲赶出了家门 连忙赶到岳母家关心智宇有没有受伤 他们谈话的内容却被养母听到 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光着脚丫赶出来 虽然智宇是自己捡来的女儿 但她早已视如己出 没想到亲家母会这么过分 难道娘家条件差就这么好欺负的吗 养母气得起身立马找亲家母算账 却被弟弟拦下 他不想姐姐今后在婆家更加难做人 而智宇为了不让养母担心 只能跟随废财老公回婆家 回去自然少不了恶婆婆一顿责骂 恶婆婆无法原谅智宇不帮忙 害得小儿子到嘴边的财阀千金没了 说什么都要把智宇这个祸害金赶出家门 出乎意料的是 智宇的废财老公终于来人一回 知道在母亲面前维护着自己的老婆 在废财老公的袒护下 智宇没被恶婆婆再次赶出家门 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一团糟 智宇还担心恩主母子俩 看着孩子可爱的模样 自己盼了八年都怀不上 却不知自己的废财老公早做了结杂手术 而恩主却羡慕智宇有个满眼都是自己的老公 想想自己的遭遇难过的潇然泪下 未婚先又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生下孩子 他闯这么大祸出来 害得父母知道后病情又加重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智宇不知说啥只能安慰恩主 因为他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地位 恶婆婆时刻都想着法子要把他赶出去 欢喜不想去幼儿园 但亲人都不在家 保姆有失请假没有人接 所以询问智宇是否能去他家玩一下 智宇没办法只能答应他 为了不让欢喜的家人着急 便写了一张纸条贴在门上 然而欢喜的家人回来后 根本就没有看到被风吹落的纸条 大家都以为欢喜丢了 顿时心急如焚 而财阀会长三十年前曾丢失自己的亲外孙女 现在曾孙女又不见了 内心焦急万分 他害怕悲剧重来 财阀会长和夫人赶紧分头找人 夫人慌张地打电话通知丈夫孙女不见了 可话还没说完就看到迎面而来的欢喜 夫人本该高兴地脸去瞬间转为了惊吓 因为孙女身上穿的衣服 和当年自己故意弄丢财阀家唯一血脉的公主一模一样 夫人神色慌张地看着孙女身上的衣服 智宇见状连忙告知夫人 欢喜的衣服不小心弄脏了 就把自己小时候的衣服给她换上了 夫人不敢置信地望着智宇 难道她就是自己三十三年前弄丢的那个孩子 但看到财阀会长和儿子驱车回来 她害怕被财阀奶奶看见这件衣服 连忙带着孙女回家换衣服 智宇本想把欢喜的书包交给夫人 结果吃了闭门羹 这时崔振宇搀扶着财阀会长回来了 智宇把书包交给了崔振宇 并说明刚才欢喜是待在自己家里 却被财阀会长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此刻财阀会长做梦都不会想到 眼前的女人就是自己苦寻三十三年的外孙女 而被冤枉的智宇好心变坏事 既委屈又心酸 会长担心她的宝贝曾孙女 迫不及待过来看曾孙有没有受伤 吓得夫人赶紧把衣服藏到床底 故作淡定地站在一旁 并没有人察觉到夫人一样的神情 会长嘱咐曾孙以后不能跟陌生人走 一问欢喜才知道刚才误会了智宇 崔振宇追出来想找智宇道歉已不见踪影 却看到花坛上飘落的便利贴流言 也证实了女儿没有撒谎 而夫人担忧三十年前的丑事暴露 看着当年公主穿的衣服 她不相信会这么巧 拿出了警察发给她的合成照片 两人的样貌完全是不同的人 她努力说服自己只是同款衣服吧 而智宇却对今天受的委屈无法释怀 第二天 养母谎称有急事让智宇赶紧回家 却看见母亲为自己准备了一桌饭菜 养母心疼她之前被婆婆赶出家门 心里不好受 所以特意做了智宇爱吃的烤肉 智宇瞬间流下委屈的眼泪 和养母说起昨天被隔壁裁罚奶奶冤枉 白白挨了一巴掌 原本她应该会很生气 但事后想到奶奶未找不到 曾孙妹骨心急如焚的担忧 反而让她羡慕不已 很想知道遗失自己的家人 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着急 但想到养母对自己视如己出 她不应该还去怀念没见过面的家人 养母却鼓励支持她去寻找亲人 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一下女儿的家人 炫耀自己把他们的女儿教育得这么好 于是智宇来到财阀家 想拿回自己小时候的衣服 夫人却借口推脱 说优人放洗衣机给洗坏就丢掉了 所以社长想买一模一样的衣服来还给智宇 夫人怕丈夫知道衣服的样子 急忙说这个事情交给他处理就好了 没有拿回衣服智宇失望而归 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寻找亲人 现在却把小时候的衣服给弄没了 唯一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可他怎么会甘心呢 财阀家里人三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寻找 只是他们委托错了人 当年新机后妈谎称已经在警局登记丈夫的丁 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继承家产 竟把采集丈夫丁一样本直接丢到垃圾桶 这些年他一直伪装在帮忙找孩子 却没有人怀疑过他的罪行 因为新机后妈在财阀家打造贤妻两母的人设 他们被他的为人深信不疑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发现 却发现隔壁邻居有一套和当年千斤的衣服 他害怕当年罪行视频败露 当在财阳过来寻找自己小时候的衣服时 夫人却撒谎说衣服喜欢追掉 财阳好不容易想找亲人 现在唯一的线索群同丢了 心里很失落 可没有不甘心 这辈子一定要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第二天 财阳看到碰到隔壁家的保姆出来丢垃圾 觉得保姆应该对这件衣服也提起 便询问保姆 几天前喜欢的那件绿色的儿子 是不是在这个垃圾探 不料保姆说衣服多天已经丢垃了 他却不知保姆早被夫人收买了 而夫人早就料到财阳会在这里 听到财阳找衣服是想找到自己 他的心里更加恐慌了 确信财阳就是当年自己丢掉的海 不行 他绝对不能被发现 可偏偏孙女欢喜对这件衣服情有独宫 竟然把他藏好的衣服挖出来想穿 夫人吓坏了 立马斥责孙女不要乱翻自己的东西 这衣服就像定型炸弹一样 说不定哪天就被发现了 看来他尽快处理掉这件衣服才行 相对比他的宝贝儿子崔正玉更想找到失踪的千金 因为这是财阳奶奶最大的心愿 崔正玉接到警局的电话 询问是否收到失踪人之遇的模拟发像 却得知之前就已经把照片传给了自己 于是他回到家里询问不信这件事 夫人怕被丈夫则骂了 说这几天太忙了 所以事长表面上都没事 却满脸的不愿 夫人心里惶恐不安 如果早到静女之旅就是暴露自己罪死的那一天 往往作为刑居 夫人梦到自己干的坏事 被开发奶奶要赶他们母子出家门 他不能让梦境变成事实 得赶紧处理掉衣服才行 于是他趁丈夫熟睡时 偷偷拿着衣服出门 找到一处荒废的宫子 不料却侵犯到流浪汉的地盘 夫人被流浪汉的野蛮吓得连连后退 流浪汉拿着棍子大声呵斥 你这个大婶来我这的地方干嘛 夫人吓破胆赶紧爬起身来往外跑 而志宇正巧路过这里听到吵闹声 于是上前看发生什么事 夫人看到志宇更加惊慌失措 生怕志宇发现自己烧掉了她的衣服 一般这种情况女主都不会发现什么端倪 而是扶着夫人关心有没有受伤 可流浪汉不打算放过夫人 居然来我睡觉的地方烧衣服 如果不把火灭了 小心我报警告你们纵火 志宇想上前灭火 夫人更慌了 背着志宇往外跑 幸亏没有事 为了不让志宇起疑心 夫人谎称是出来散步 闻到烧焦味所以进去看看而已 随后让志宇有事就快去忙吧 不用管她 志宇没有怀疑夫人的话便去上班了 夫人回到家一个劲地安慰自己 衣服烧掉了 就没有人能发现这个秘密了 这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事情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财阀奶奶这三十年来 从未放弃过寻找孙女 如今年过八十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在闭眼之前 见一面孙女治愈 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崔正宇突然接到娃斯的电话 说原来十年前崔父的DNA 并没有登记成功 所以当年志宇失踪后 一直没有进展 夫人听到后惊慌失措 因为就是她当年 把丈夫的DNA丢掉 然后谎称已经登记了 这次财阀奶奶 全权让孙子正宇去着手寻找 夫人见状马上不淡定了 赶紧说她来负责就好 正宇却觉得这些年来 母亲找得这么辛苦了 这次换她来 一定要把志宇找回来 财阀奶奶满脸很疑惑和惊讶 问女婿当年不是已经 确认登记成功了吗 夫人连忙说 当年的事是她来负责做的 还装作无辜的样子 说回去警局确认一下 而志宇因为 找不回小时候的衣服 每次路过警局门口 看着人口失踪信息 都没有信心 能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公公知道儿妻想找父母 于是从警局 领来了失踪调查申请书 鼓励志宇不要放弃 虽然小时候的衣服不见了 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很多人都找到失散的家人 说不定你父母 也一直在等着你呢 志宇很感动公公 对自己这么好 他决定不放弃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人 第二天 志宇拿着失踪申请书 来到警局 而夫人恰巧 也在警局大厅里 他怕志宇发现 立马被对着他 为了避免儿子 遇见志宇也来警局 连忙询问阿瑟 能不能进咨询试谈 阿瑟告知 崔振玉数据库里 根本没有 催赴DNA样本采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重新登记 为了让婆家人 接受她这个媳妇 每天早起 给准婆婆一家人 做早饭 中午给男友送午饭 没想到男人 却让她滚出去 拜托女人以后 不要再来找她 光听见你的声音 都觉得恶心 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生下孩子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男人却一心想求 财阀千金原谅 还想着她的豪门女婿梦 竟还当着千金的面 袒露自己的狼子野心 两人联姻保证 让她坐上 韩秀集团的继承人 崔玉感到无语至极 本以为已经看到了 渣男最龌龊的一面 看来今天顿时活久见了 现在你的妻子和孩子 就住在我家隔壁的房子 居然还有脸过来纠缠 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吧 也就在这时 哥哥崔振玉从家里出来 看到妹妹被渣男纠缠 他警告朴全盛 再敢骚扰自己的妹妹 我绝对会让你 从这个世界消失 受了一肚子气的朴全盛 却把一切过错归 归根于前女友恩珠身上 只要把恩珠和孩子赶走 才有可能得到 财阀千金的原谅 于是他气急败坏地 冲到房间 抱起孩子威胁恩珠 如果不滚出这个家 就把他的儿子扔出去 这孩子也真可怜 爸爸第一次抱着他 却是用来威胁 公公听到吵闹声 立马赶过来 制止了儿子的行为 露火中烧的 朴全盛则骂父亲 就因为你给他撑腰 他才会这么嚣张 在我们家住 让父亲不要插手 管他和恩珠的事情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的婚姻大事 还要听你的安排 和这种地狱一般的 女人生活吗 既然这样 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也不需要这种父亲 公公听儿子 竟出说大逆不道的话来 忍无可忍上前打他一顿 朴全盛都这么爱求 恩珠离开 他还是要坚持继续留在这个家 公公为了这个逆子气 到脑袋要冒烟 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散心 治愈这个大嫂当着真累 帮小叔子收拾烂摊子 安顿恩珠母子后 还要安慰公公的情绪 而隔壁豪宅的夫人 却因为治愈烦得睡不着 为了巩固自己的豪门地位 当初把财阀奶奶 亲孙女治愈骗到乡下丢弃 33年来 她的孩子纠占巢学 享受荣华富贵 如今是儿子崔振玉 治愈将要继承集团的关键时刻 她一定要阻止财阀家人找治愈 为了确认治愈是不是当年的治愈 她偷偷拿走了丈夫的牙刷 然后又到治愈兼职的咖啡店来找她 以赔偿之前损坏她的衣服为由 送了一套衣服给治愈 为了拿到治愈的丁面样本 故意打翻杯子 然后偷偷捡起治愈喝过的水杯 通过亲子鉴定 治愈就是自己丈夫的亲生女儿 当年狠行丢掉的妓女治愈 夫人难以接受这个真相 为什么偏偏是在在这个时候出现 自己努力那么多年 才得到财阀会长的认可 不仅愿意认自己为干女儿 还送不动产土地和建豪宅 儿子很快就要成为韩秀集团的继承人 关键时刻坚决不能掉链子 一定要阻止财阀家人找到治愈 第二天 夫人陪同丈夫重新到警局采取D内登记 崔傅高兴地以为 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女儿 却没想到身边的妻子是个人命兽心 正当要离开时 夫人故意扯根项链 趁机把丈夫的D内数据成功换掉 而治愈在扫地时也收到警局的电话 询问治愈小时候走失时 穿的衣服是否还在 因为有一家走丢孩子的情况 和他很相似 治愈说前段时间不小心弄丢了 但自己可以把衣服画出来 于是他凭借自己的记忆 很快就将衣服的样子还原了出来 当治愈要拍照给警官发送过去时 却碰到了崔正玉的女儿欢喜 欢喜真是对这套衣服情有独钟 于是治愈答应送一套一模一样的给他 富豪苦苦寻找女儿33年 却不知眼前的邻居就是自己的女儿 而心肠歹毒的后妈生怕丈夫会认出来 连忙拉住丈夫说只是同名同姓罢了 治愈因为儿时被狠毒的后妈丢弃没有记忆 自然也认不出来 夫人暗暗发誓 绝对不能让丈夫和治愈相认 一定要想方设法把隔壁一家赶走 很快他就迎来了这个机会 一家人吃饭时 夫人得知隔壁渣男嫖律师还来骚扰自己的女儿 他要利用这点来赶走嫖家人 于是他瞒着丈夫和财阀会长 来到嫖家放下狠话 你们的儿子企图骗婚 识相的就赶紧搬走 要是因为这件事做不了律师 那就得不偿失了 治愈的婆婆觉得夫人简直不可理喻 怎么说自己的丈夫也是你们崔社长的救命恩人 怎么可以恩将仇报 如果忍受不了 你们自己搬走就好了 公公因为小儿子做的混账事 只能一个劲的道歉 夫人以为这样就可以风平浪静了 当治愈下班回来时 得知隔壁夫人以小叔子的职业生涯 威胁他们一家人搬家 没想到夫人这么文静的人做事这么狠 看到公公因为这是内疚愁眉苦脸的 他决定上门找财阀家求情 当夫人看到治愈上门是很慌张 连忙拉着他有事出去谈 财阀会长却让治愈有什么事当面说 治愈为小叔子冒犯财阀千金的事情道歉 并请求夫人能不能不要让他们一家搬出去住 大家听了都很疑惑 催妇问妻子为什么要赶走占友一家人 夫人却假惺惺的拿女儿来当挡箭牌 说是怕嫖律师这个渣男会再来骚扰女儿 因为太气愤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没想到夫人的一番说辞 却得到财阀会长的认可 但民事里的会长同意了治愈的请求 都是邻里关系没必要闹那么僵 让治愈回去想想两家人以后怎么相处 夫人既谋没得逞还当众被丈夫责怪 他不服气地找丈夫理论 你就知道救命恩人重要 难道眼里就没有我吗 催俘很不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妻子变得这么敏感 谁都没有权利让别人搬走 警告夫人好自为之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 受气的夫人转身就和儿子告状 说隔壁的儿媳妇治愈不怀好意 专挑大家都在的时间来加入 故意让丈夫对他产生不满 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替一个外人说话 夫人越是想赶走治愈 偏偏上天就是要安排治愈这个落难千金回归 这天夫人的女儿崔玉看到了治愈的话很温馨 觉得很符合公司的设计理念 于是想和治愈合作 买下他所有的话 治愈因为妹妹拿房子贷款负债累累 害得养母一家人无家可归 正好这笔钱解决了治愈的燃眉之急 于是治愈让养母帮他整理了他以前的画册 养母顺手把治愈而时的照片夹在画册里 似乎是想让治愈早点找到亲人 并不知情的治愈将这些画册都交给了崔玉 而崔玉因为要开会来不及了赶着撞到了路人 却不小心遗落了那张照片 正好这天才罚会长来公司视察捡到了这张相片 他拿起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走势的亲孙女治愈 会长激动得差点站不稳 崔傅也确认了是自己日思夜响的女儿 随后会长让孙子郑玉赶紧找出是谁掉落的照片 崔郑玉立刻吩咐让手下查探监控并发布广播 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会长看着手中的照片孙女还抱着一个小孩 觉得孙女当年肯定是被人给拐走了 于是他们来到警局希望能立案调查 却被告知已经过了公诉期 因为是33年前的失踪案件 现在无法着手调查此事 会长得知法律行不通 那就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找 不惜花重金登报上电视节目寻人 找遍韩国各个角落 也要把拐走孙女的人找出来 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听着会长的话 夫人的内心无比恐慌 而崔郑玉却认为照片是在公司发现的 只要把消息在集团内部传播 他认为丢失照片的那个人一定会回来找 夫人一听慌张不已却强装镇定 背地里却打电话阻止儿子千万不要那样做 如果明目贴出来 会有很多不还好意的人来冒充千金的身份 万一像30年前一样被各种敲诈拿钱 这样公司会瞬间搞垮的 崔郑玉被母亲成功洗脑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的局面 他决定把照片放在公司的公告栏上 刚解决完照片的事情 却又意外得知女儿要聘请志余 作为公司产品的画家 这下不玩完了吗 曾经狠心丢弃的妓女志余 万一看到公司的照片怎么办 不行他一定要阻止志余进公司 于是他把女儿崔玉赶回家后 警告志余不要妄想接近他的家人 建儿子态度坚定之好愤然离开 夫人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第二天早早起来做了便当 假意要去公司喂劳员工 实则偷偷拿掉了公道栏里的照片 很快就有职员发现那张告示被撕毁了 崔郑玉和父亲立马调查了监控 竟然发现始作俑者是夫人 两人都感到疑惑万分 与此同时 夫人这边收到经警官的电话 财阀会长让夫人开启扩音 说是近期登记的失踪人里 有一个案件相似的人 会长激动地想看对方一眼 就能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孙女 心虚的夫人慌到不行 而志余同样也接到了警官的电话 因为他提供丢失时穿的衣服画像 找到失踪当天情况相似的家庭 要求志余来做DNA对比 志余内心无比激动 马上就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但往往事与愿违 志余到警局寻找自己的亲生妇女 却正好遇到隔壁的财阀会长 祖孙两人此时都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身份 会长突然想到警官说的话 好奇转身问起志余 为什么也会在这个时候来警局 志余正准备将他来寻找 亲人的事情说出来 却被夫人打断说经警查过来了 会长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着急跟着经警官进去了解情况 夫人为了阻挡志余找到亲人 竟然假装未经完很痛苦的样子 让志余帮忙送去医院 傻傻的志余哪里看穿老狐狸的心 崔正宇得知母亲生病住院了 连忙和父亲一同前往医院看望 崔正宇很感谢志余将母亲送到医院 正想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警局出现 志余却又刚好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要求回去采取D&A检科 催促质问妻子为何要把公司的照片撕走 夫人开始戏经上身 委屈巴巴地说自己听到公司职员议论 想要冒充成为我们家大女儿很简单 只要拿着崔依宇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就可以相认了 所以他才撕毁照片 夫人一番巧言善变之下 完美避开了所有人的疑虑 志余这回和警察录取完数据后 得知D&A比对后一周那会有结果 志余内心无比的激动能马上见到亲人了 而满心期待的财阀会长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孙女了 却从警察口中得知孙女已经去世的噩耗 老人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强忍一口气撕掉了检验报告 但因悲痛过度晕厥了过去 而这一切都是心机后妈的杰作 原来他事先去了孤儿院 提取了一个孤儿的D&A 然后在警局偷偷把丈夫的D&A成功调换 而与丈夫的更换匹配到的正是那个小孩已故的妈妈 为了自己的孩子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他绝不允许丈夫找到亲生女儿 财阀奶奶和女婿催妇看到骨灰盒 他们也相信公主志余去世的事实 财阀一家人被他耍得团团转 而志余也因为没有找到亲人伤心难过 公公则在旁边安慰志余不要放弃 该见面的人早晚会见的 即使有了公公的安慰志余还是很难过 从小家庭不完整让他受尽冷眼委屈 他那么期待想找到亲生父母 哪怕能拍上一张照片也死而无憾了 但坚强的他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暗自给自己加油打气 一定会找到亲生父母的 可以回到家就被恶婆婆数落 不允许他寻找父母 有一个养母的娘家已经够寒酸了 还想找什么父母来折腾婆家人 被恶婆婆打击志余更加伤心难过 为此生了一场大病 崔正玉看着志余生病走路不稳还过来上班 于是他将志余送到了医院 而养母得知女儿病倒了连忙到医院看望 两人通过交流 崔正玉知道志余是因为寻找亲生父母 备受打击才生的病 他不由地怀疑志余是不是奶奶一直要找的孙女 而志余的寻亲的路上也迎来新的转机 病好后的他回家碰到崔正玉的女儿欢喜 因为之前欢喜很喜欢志余小时候的衣服 所以他把做好的衣服给欢喜换上 也就在这时 采伐一家人去办理完志余的后事 会长却看到了欢喜穿着当年孙女志余丢失时的衣服 他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 脑海里闪现出当年孙女穿这件衣服的画面 会长激动地抚摸着欢喜身上的衣服 怎么能一模一样地还原出来 夫人吓得立马想赶走志余 但志余不知道意图 连忙解释是欢喜很喜欢自己小时候的衣服 所以答应送一套一模一样地给他 刚经历痛失外孙的会长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还抱着孙女还活着的希望 追问志余是小时候几岁穿这个衣服的 有没有照片或者有原来的衣服 夫人生怕会长认出志余就是她的孙女 黄胆都要吓破了 极力劝阻会长不要这样子 刚刚不是才确认了公主的死讯 这样让她怎么能好好安息呢 夫人一翻洗脑化术把会长拉回现实 虽然不愿相信 但还是松开了志余的手 接着夫人又借口今天劳累了一天 拉着会长先回家休息 并告知会长隔壁家的儿媳志余不是您的孙女 人家是有娘家妈妈有兄弟姐妹的 这一呼又让会长不得不接受孙女已故的事实 文外崔傅见志余似乎受到了惊吓 连忙和他解释 今天家里遭受了变故 还望谅解刚才岳母的激动行为 但也抱着侥幸的心理 可能志余真的是自己的女儿 便询问她是否有在公司遗落一张照片 不知情的志余表示没有 崔傅确认后失望地进了家门 她不愿相信失踪33年的爱女就这样去世了 不禁回想起第一次和志余在家门口相遇的场景 还有孙女欢喜穿着女儿小时候的衣服 而且志余在医院时也说去警局处理事情 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合 于是她询问正欲是否知道 当时志余去警局是为何事 得知志余也是到警局寻找亲人 这也正是了她心里的想法 觉得志余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女儿 而他们的谈话却被心机的夫人听到 得知丈夫要去找志余问个明白 立马进来拦住 让丈夫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今天刚去确认了志余已过世了 你现在还把别人当成她 让适者怎么能安息呢 这一番话又让崔傅再次沉浸于丧女之痛 可夫人却低估了血脉相连的关系 志余脑海里总会浮起财阀会长和崔傅的话 以至于晚上她也梦到小时候的画面 外婆不准她去找哥哥玩 当她惊醒后才发现是一场梦 但却如此的真实 另一边 财阀家人也怀疑志余的身世 会长让女婿去调查亲家 恶婆婆不知穷儿媳是富家千金 竟嚣张跋扈地赶儿媳滚出家门 不料下一秒毁到常子清 财阀奶奶霸气维护自己的孙女 势力的婆婆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成天被自己欺负嫌弃的儿媳妇 居然就是财阀家走丢的唯一继承人 刚才自己还这么恶毒地赶走儿媳 还都被财阀家人叹闹 真是太岁头上冻土自取其破 吓得直接晕倒过去了 财阀奶奶很心疼孙女受这么大的委屈 她知道孙女受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一定要让这个可恶的女人受点教训才行 可至于还一个禁替恶婆婆说话 不说智宇今天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番 恶婆婆这回醒来后彻底不淡定了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发飙赶走智宇的时候来 公公忍不住吐槽 这话说得好像你平时就对儿媳很好似的 得罪了儿媳这尊财神爷 活泼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可是关乎到两个儿子的虔诚大事 这是智宇一夜未归的废财老公鬼鬼祟祟地回来 活泼兴奋地把智宇的绅士告诉儿子 我们家的儿媳妇居然是 隔壁韩秀集团唯一血脉的千金 不禁胆恰自己天生就是做富豪亲家的命 要不是我非得搬到这来住 都是脱了我的福 要不然智宇能那么快找到亲生父母吗 公公见妻子把不要脸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也不想想她当初有多反对 无奈地走开 母子良想到自己将要走上人生的巅峰 开心到起飞 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婆婆看到智宇从财阀家用餐回来后 却一改往日奸酸刻薄的嘴脸 对智宇虚寒问你 以后家里家务活都不用做了 只管回房间好好休息就行了 而条婉胜此时却非常懊恼自己不忠的行为 要是被智宇知道就完蛋 说着智宇就回来了 质问丈夫为什么昨晚一夜未归 条婉胜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智宇糊弄过去了 转移话题庆祝老婆终于找到亲人了 而智宇正沉静在找到家人的激动心情中 并没有发现丈夫的异常行为 这天智宇将找到亲人的事告诉了养母一家 一家人都替智宇开心 有人开心自然有人忧 智宇找到亲人后 心机后妈就一直惶恐不安 生怕当年自己丢弃智宇的事情败露 而且为了阻止智宇找到亲人 在丈夫的眼皮底下调换DNA 要是被发现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当她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却接到了经警官打给丈夫的电话 说崔父已经找回亲生女儿了 询问是否可以删掉之前崔父的DNA序号后结案 心机后妈激动坏了 连忙答应结案 她以为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她的罪孽了吗 那是想多了 她的儿子崔正玉突然想到 当时为什么警局匹配到的无名尸体 害得财阀奶奶痛不欲生以为智宇已经去世了 正想要带崔父一起去警局调查 却被夫人拦了下来 知道儿子已经怀疑这件事 她慌到不行 说服儿子说由她去负责调查就好了 说智宇才刚找奶奶和父亲 又为这个事搅得一团乱 这样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还是由她负责去检查出结果了再告诉他们 智宇再次被母亲成功洗脑 但是终究包不住 智宇这回来到警局结案 和警官报警说自己已经找到父亲了 却意外得知崔父之前做了DNA对比 但检测结果不一致 智宇突然想到心机后妈之前说她不是崔父的女儿 而且也是在警局做DNA匹配到的人已经过世了 种种迹象很可疑 让智宇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财阀家找的女儿 于是她询问心机后妈是不是搞错了 而他们的对话正好被裁罚奶奶听到了 谁敢说智宇不是我的孙女 激动地要带智宇去找警局算账 怎么会弄出这样的乌龙事件来 她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在从中搞鬼 心机后妈假仁慈伪装得太好 所以会长并没有怀疑到她的头上 警局里会长质问警官 怎么可以这样耍人 我的孙女活得好好的 你们却说她死了 可警官却认为出具的是科学院检测的正规报告 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 所以怀疑智宇和崔傅做的亲子鉴定报告存在问题 崔傅这时文训赶来 向警方出示了两人亲自去做的亲子鉴定报告 随后安抚智宇不要多想 警官看完鉴定报告 一时间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智宇则提出当场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崔傅为了让女儿安心 便询问警官能不能把这次提取的丁 和上次登记的做对比 看是否一致 而赵警官却说 上午已经和您的夫人确认过 您的丁内信息已经销毁了 众人满脸疑惑地看着向夫人 心机后妈却借口推托 她觉得已经找到女儿 就以为这不需要了 却被儿子镇御神补当 她认为上午才提交的程序 让警官再核查一下是否被销毁 当后妈得知还没有时 慌得不知所措 要是调查发现是她坐手脚都是迟早的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财法奶奶得知智宇和家人接触后 会想起一些事情 于是她想着把孙女接回家住 这样有助于恢复智宇小时候的记忆 心机后妈听后更加惶恐不安了 如果智宇记起来的话 就连那天自己抛弃她的事情也会记起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财阀一家人却把她当成大功臣 会长和催促感激于人33年来的照顾 因为她的一直支持和鼓励 才能如愿找到智宇 他们根本不敢想 眼前这个满脸仁慈的后妈就是罪魂获手 自从智宇逆袭财阀千金的身份后 婆婆每天破天荒地准备好丰盛的早餐 小叔子也不敢对她这个大嫂白脸色看 废财老公更仗着智宇现在是财阀千金 终于能在弟弟面前扬眉吐气 正得意识 却听到有个女人来找她 这人正是嫖丸盛现在情人张美香 嫖丸盛怕被智宇发现 连忙拉着张美香出去谈话 而两人拉拉扯扯暧昧不清的一幕 正好被来接智宇回家吃饭的哥哥崔正宇发现 这时智宇正好也出来了 为了不让她看到伤心的一面 崔正宇连忙用手挡住智宇的视线 事后正宇找到嫖丸盛谈话 警告他不要做对不起智宇的事 现在智宇是我的妹妹 我绝不允许他伤心难过 这天正宇接到了警局的来电后 告诉崔傅 警察已经确认智宇就是他的亲生女 但之前为什么会不匹配成功 警局那边还需要时间调查 财阀奶奶为了报答智宇的养母一家人的恩情 宴请养母一家人共进晚餐 实则是想了解智宇的养母都有那么多孩子了 为什么要把走失的智宇带走抚养 当他们聊起当年收养智宇时 财阀奶奶很自责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看管好孙 才把孙女给弄丢了 而养母却感到惊讶 因为当时在市场有人见过智宇 跟随着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人 养母询问财阀奶奶确定当时是自己把孩子给弄丢的吗 而不是由智宇带智宇出去的吗 众人都向夫人投来疑惑的目光 后妈想起当年的场景 她连忙否认 接着养母又询问女儿是否还记得那个女人的长相 星期后妈听着他们的谈话忐忑不安 幸好智宇想不起来 她才放心喘口气 崔甫又继续追问养母是否还有市场阿姨的联系方式 养母感到愧疚说早就断了联系 只要我还记得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后妈一餐饭下来吃得提心吊胆的 事后财阀奶奶觉得养母说的事情存在很多蹊跷 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个年轻的女人 还有再打听那个菜市场卖养乐多的阿姨 于是她想通过警局调查 但案件过了公诉期 孙子郑宇表示她会想办法调查这个事情 星期后妈又开始担心受怕 一定要先行一步找到目击者 而养母这边想起当年的事很可疑 初见女儿时 从她的身上找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请好好抚养 她就误认为智宇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所以才会收养了智宇 想不明白到底是谁留下这个字条 第二天 养母把字条的事告诉了后妈 想不明白谁会做这种丧良心的事来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仇家 却不知眼前的后妈一肚子坏水 当年为了自己的孩子享受荣华富贵 故意把丈夫的女儿抛弃 为了让遇到智宇的人不报警 她特意用纸留言请好好抚养 以此掩盖智宇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心虚地问养母那个纸条是否留着 得知纸条因为搬家现在找不到了 她才勉强放心 但为了不让养母告诉财阀家人字条的事 以财阀会长年长身体不好为由 拜托养母不要提这件事情 而养母也怕智宇知道了会受伤难过 便同意隐瞒 纸条的事情总算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找到当年的目击者 心机后妈用超能力堵住了对方的嘴 本以为这样就能结束她当年的罪孽 然而自从智宇搬进财阀家来住后 时不时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来 但好在是片段的模糊记忆 心机后妈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害怕智宇恢复以前的记忆 万一想起来是自己故意弄丢了她 那后果不堪设想 往往越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天 欢喜又穿上了智宇送给她的衣服 大家都夸她穿的这套衣服好看 欢喜却说原来的那件更好看 智宇连忙解释 上次欢喜去我家里的时候 给她穿过自己小时候的衣服 财阀奶奶听后不淡定了 因为这套衣服是她精心挑选送给智宇的 连忙拿出照片让智宇确认 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一套衣服 她很疑惑 为什么当时没有看到太孙女穿过这套衣服 而智宇疑惑地探向心机后妈 财阀奶奶越听越生气 这话说了鬼都不信 心机后妈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便眼泪汪汪地就上演苦情戏 我为了找智宇找遍了全国各地 身心受得苦和委屈 您应该最为清楚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能找到智宇 之所以隐瞒衣服的事情 纯粹是为了会长着想 现在怎么能把她当成一个坏人来谈 说完便委屈巴巴地跑回房间 想以此来躲过追问 催抚心疼妻子便进来安慰 希望她能理解岳母的心情 智宇得知后妈为了阻拦她找到亲人 竟故意把她小时候的衣服给丢掉 后妈见和保姆的谈话被智宇听到了 怕保姆说出自己就是主谋 赶紧让保姆退下 一肚子坏水的她开始忽悠智宇 说衣服是自己不小心弄坏的 之所以不敢告诉你奶奶和爸爸 是担忧衣服会引起奶奶想起 当年走失孙女的伤痛难过 这么牵强的理由谁会信呢 当智宇正义或者后妈 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财阀奶奶过来和智宇解释这个误会 自从你走失后后妈费了不少心思 为了找到你 不分昼夜四处奔跑 奶奶想到后妈多年的辛苦复苏 也选择原谅后妈隐瞒衣服的事情 开导孙女不要误会后妈的心意 希望把后妈当成母亲看待 而心机后妈担忧智宇一直在财阀家里住着 害怕智宇恢复小时候的记忆会拆穿自己 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她要想方设法地把智宇赶走 这天她趁着家庭聚餐 当着全家人洋装一副慈母的样子 提议让智宇出国留学深造 财阀奶奶和崔父不知道后妈的心机 虽舍不得让刚重逢的孙女出国留学 但也赞成了后妈这个提议 为此哥哥郑宇提出拍照片纪念 而智宇也如愿和父亲一家人拍了全家福 唯独遗憾的就是废财老公完胜又一次缺席 此时智宇的老公正在做中央空调 安抚被丈夫家暴的高中同学张美香 而智宇因为沉浸在和家人的重逢中 并没有察觉到丈夫夜不归宿 第二天智宇来到养母家 却无意间听到养母和心机后妈通电话 得知自己小时候走失时 背包里有一张纸条 智宇火急火燎地跑回婆家翻找小时候的东西 从背包里找到养母说的那张纸条 内心百感焦急 到底是谁这么改不害的她和亲人失散 脑海里闪现出片段记忆 也就在这时 心机后妈偷偷摸摸地来到智宇的房间 想找到字条后偷偷销毁 不料下一秒 却发现智宇也在房间里 差点把她的魂给吓飞 智宇很惊讶后妈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房间里 心机后妈则慌张地解释 今天亲家婆婆送了礼 所以准备一些东西拿过来回礼的 既然来了就想看看你的房间 智宇察觉到后妈是冲着纸条而来的 质问她找到字条后要怎么做 你和我养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后妈还想狡辩 正当两人僵持时 智宇的婆婆进来拯救了后妈 后妈回到家里后惶恐不安 她知道智宇手里有那张纸条 万一想起是自己丢弃她的 那么她和儿子的荣华富贵瞬间 看着手里的纸条 想起后妈紧张焦虑的神情 她怀疑就是表里不一的后妈害的 但她没有儿时的记忆 仅凭一张纸条无法去证实她的罪行 然而这天却在家庭的相册中 看到了后妈年轻的照片 正想不通后妈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却接到养母的来电 说是找到当年的目击者菜市场 卖养乐多的安逸 就在她小时候走失的地方 智宇火急火燎的带着照片 来到龙人市场寻找真相 看着周围熟悉的街道 她想起了小时候 是如何被后妈又骗到乡下故意抛弃 又把她的衣服丢掉 下一秒那个抛弃的人 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后妈很惊讶智宇 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 掩盖33年的真相终于被揭穿 心机后妈还死不承认 还想忽悠智宇去见精神医生 说她的记忆混乱吃了药就好了 智宇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难过极了 从未见过这么坏心肠的女人 怎么能做到人前伪装仁慈善良 她不会再相信 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 这一次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让心机后妈身败名裂 至于伤心地回到婆家 她不知道要不要 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如果奶奶和父亲知道 被后妈耍得团团转 一定会很痛 每次有事想和废财老公 倾诉都不见踪影 却不知废财老公 又在外面做中央空调了 而崔父不见女儿 回家里住便来婆家找 原来崔父在养母那里 得知纸条的事 误以为女儿是为纸条的事难过 表示现在有爸爸保护你 一定会让故意绑架 遗弃你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至于不敢说出 那个人就是心机后妈 她试探性地问爸爸 您幸福吗 崔父欣然地表示 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找到了您 怎么可能会不幸福呢 至于又接着问 万一那张纸条 引发出让我们家里 无法承受的事情 您会怎么办 听着父亲的回答 至于知道 接下来应该怎么对付后妈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后妈还能在家里若无其事 在奶奶面前假装对她好 还妄想通过装饰她的房间 来讨欢心 丝毫无悔改之意 他决定不再容忍 后妈装好人继续欺骗家人 于是他找到后妈谈话 想给她一次和家人坦白的机会 都到这个结果眼上了 心机后妈还嘴僵不承认 是她做的事 没有一句道歉 还让至于忘了这件事 见后妈还是没有一点悔改之心 她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无耻的人 扬言要把真相告诉爸爸和奶奶 心机后妈一听慌到不行 终于承认了 心机后妈身为俱下的哀求至于 真心对不起 我错了 这33年我都是以赎罪的心情度过 只是一时失误才把你弄丢的 为了弥补过事 我发了疯的去找过你 请原谅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饶了我一次 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至于对后妈失望透顶 犯了错还能说得云淡风轻 既然你不珍惜主动坦白的机会 那就别怪我绝情了 后妈这下彻底慌了 好不容易才在财阀家战文角 她不能失去拥有的一切 竟当街跪下来请求至于的原谅 至于不会再心慈手褶 也不能容忍奶奶和爸爸被蒙在鼓里 心机后妈见至于动真格了 那只能上演苦肉计了 竟以死相逼来要挟至于 她却不知自己的儿子正欲经过调查 发现了真相 至于恨透了这个后妈 岂能容许她就这么死了 她要慢慢折磨这个歹毒的后妈 这个秘密就要看她的心情 什么时候曝光 让她每天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正如后妈所愿 这个秘密能拖得一时 她的孩子就还是富二代 本以为这个秘密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哪里知道儿子正欲已发现她的罪恶 正欲喝的烂醉如一回到家 歇斯底里质问母亲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疼爱她的继父 只能一个劲地道歉 面对没有血缘的妹妹治愈 她没有资格说对不起 自己的母亲毁了她的人生 这件事情应该由她来结束这一切 于是正欲约见母亲谈话 希望她能主动坦白后去自生 然而自私的母亲 却劝儿子替她保密 诉说着自己在财阀立足 有多不容易 因为当时财阀奶奶 根本就不接受你这个孙子 所以我才把志欲遗弃 直到你的妹妹一遇出生后 财阀奶奶才对你和我的态度 逐渐改变 我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为人正直的正欲不会助纣为面 不希望志欲再受伤害 然而自私的母亲 却说出志欲都愿意隐瞒了 你为什么要揭露这件事 我是不会去坦白的 她以为儿子会替她保守秘密 死皮赖脸地回到财阀家 不知情的财阀奶奶 还把她当成大功臣 把传家保育班纸赠送给后妈 并正式认她为女儿 正当心机后妈 以为一切都得偿所愿时 正欲却回来揭露母亲丑陋的面纱 心机后妈死到临头了海嘴 狡辩便不是她做的 都是正欲搞错了 志欲实在容忍不了 后妈继续欺骗家人 把当年被后妈遗弃的真相说了出来 得知真相的财阀奶奶如晴天霹雳 气得咬牙切齿 揪着后妈的领口 恨不得撕烂她这个歹毒的女人 奶奶因为情绪过于激动高血压晕倒 被孙女送去了医院 虽负没想到和自己生活 33年的枕边人心肠如此歹毒 毁了自己女儿的人生 不想再看到这张丑陋的嘴脸 崔傅来到医院看望岳母 对女儿治愈感到很愧疚 这一切都是爸爸造成的 要不是娶了这个歹毒女人 你也不会被她遗弃 如果可以真希望时光倒流 而正欲因为母亲做的事 也没有脸面留在财阀家 让母亲收拾行李 和自己一起搬出去住 然后跟她去警局自首 崔母却还执迷不悟 无法接受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一夜之间全化为乌有 还厚着脸皮在家里不走 以为在这个家做牛做马 就可以赎罪 财阀奶奶出院 回来看到这个可恶的女人 还有脸妈妈妈妈的叫 气得把她煮的粥打翻 怎么还有脸赖在这个家里不走 大声怒骂歹毒女人 马上滚出这个家 催妇见妻子这么厚颜无耻地赖着 弄得这个家这么凄惨 拉着她进房间 让她到此为止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给自己留点最后的尊严 不要再赖在这个家了 我不是想赖在这个家里不走 而是没有你和孩子 我根本活不下去 心机后妈 她见何丈夫打赶琴牌没用 转身过来求智宇救救她 不要让我被扫地出门 智宇恨透这个女人 不会原谅她 正遇见母亲不要脸的程度 比强还厚 当时的智宇比你的孙女欢喜还小 明确把她遗弃了 如果有人对我的欢喜这么做 这辈子都不会饶恕这个人 劝母亲到此为止 如果继续纠缠赖在这个家 我也无法原谅你 心机后妈的所作所为 活该遭受所有人唾弃赶出家门 而智宇回到婆家后 却发现废材老公夜不归宿的秘密 质问丈夫那个女人是谁 男人心慌到不敢说话 至于怀疑丈夫可能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 严肃地告诉男人 如果做过类似欺骗我的事情 现在不老实交代 被我发现的话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完胜想到今天妻子吓人的模样 不行趁老婆没发现之前 她决定和张美香划清界线 却没料到张美香的丈夫先主动找上门 二话不说就直接胖揍一顿 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 尽胆勾搭别人的老婆 条全胜吉利说两人不是那种关系 男人见嫖完胜嘴应不承认 挥起拳头狠狠地暴打一顿 而两人因此闹到了警局 智宇这回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后 便匆忙赶了过去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让智宇久久缓不过神了 也就在这时 关键人物张美香也打来了警局 智宇看着面前的女人 这才相信废财老公对自己的背叛 张美香极力解释两人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她的丈夫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 狠狠地甩在地上 智宇看着地上触目惊心的照片 地旁的郑玉不忍看智宇那么难过 拉着她逃离这个地方 条完圣景跟着追出来解释道歉 祈求知有的原谅 智宇不愿听丈夫的解释 也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条完圣走到南科医院门口 突然想起要是让老婆知道自己劫渣的话 那就真的死定了 叶老来了都无法挽回这段婚姻了 于是伙计活聊找到医生 请求她赶紧马上帮忙解开 但医生表示现在下班了只能预约明天 条完圣为了让智宇回心转意 说自己和张美香是高中同学 而她经常被丈夫家暴 我就觉得她可怜想帮她而已 随后当着智宇的面 删除了张美香的所有联系方式 手机也不会再设置密码 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会一心一意地对你 至于一想到自己在最需要丈夫的时候 她都不在 这段时间经历后妈痛苦的事情 而身为丈夫却没有关心过她 也不想听她说话 现在面对丈夫只觉得好痛苦 表示不会再原谅她 老完圣彻底慌得不知所措 这时餐厅老板叫她出去挪走她的餐车 也就在这一瞬间 至于看到丈夫手机里的信息 是医院发来的预约修复结杂手术的短信 她终于知道这八年来 一直怀不上孩子的原因了 当嫖完圣来到医院做解开手术时 转身却发现至于已经知道了这个真相 至于对这个男人失望透顶 真太伤她的心了 这八年来我多想要个孩子 被婆婆瞧不起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你在身边看到了我的痛苦和难过 却还假装安慰我 以后会有好消息 然而男人的解释彻底让她寒了心 果断和男人一刀两断 不料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 幸好至于命大被哥哥正欲及时救下来 她八年的婚姻生活瞬间坍塌 对丈夫是彻底的死心 也无法再信任这个男人 无论完圣如何跪下来哀求原谅 等待她的只能是一份冰冷的离婚协议 这下知道后悔流眼泪了吧 可嫖完圣就是不同意离婚 扬言即使死了也不会和志宇离婚 也就在这时 活不冲进门来劝说儿戏不要轻易离婚 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让志宇再三考虑一下 实则是不想失去这个豪门媳妇 铁的心要离婚的人谁都劝说不了 志宇回婆家目的不是来商量的 而是告诉公婆跟这个男人无法过下去了 在这个家唯一让她觉得抱歉的就是公公 公公却一脸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诉说着八年的婚姻苦水 从结婚到现在 我每天都很认真地过日子 即使丈夫担不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但至少不会出去惹是生非 心地善良从来都不会骗我 最主要的是她能一心一意为我着想 就算以前她经常闯获败光所有积蓄 我也可以为了她填补窟窿不惜身兼数值 婆婆对我各种不满趣感和谩骂 因为爱她相信她 生活在苦在累我都坚持下来了 但现在她却辜负了我 苦苦坚持的那根绳被切断了 公公得知这个混账儿子做的事 愣在原地回不过神来 婆婆却觉得儿子和张美香只是逢场作戏 就原谅完胜一次 保证自己会管住儿子不会再忍事 你们还年轻现在生孩子也不迟 至于很惊讶 原来婆婆早就知道儿子做了结杂手术 听到这个信息 公公要气炸了上前教训这个窝囊的儿子 民事里的公公知道儿子做的事没办法挽回而喜了 即使非常不舍 但还是尊重治愈的决定 完胜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失去治愈了 她无法想象没有治愈的日子怎么活下去 不死心的她来到财阀奶奶家里 继续祈求治愈的原谅 承诺今后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 然而他们的谈话却被门外的财阀奶奶听到了 奶奶本就不看好孙女婿 没啥本事还敢花花肠子 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孙女受到一点点委屈 随后把亲家一家人都叫过来 她支持孙女的决定 正式宣布让两个人去办离婚 当养母得知女婿给女儿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时 怒气冲冲地跑到亲家找女婿算账 八年来自己女儿因为生不出孩子受了多大的委屈 你却能想没事人一样冷眼旁观 怒骂完胜怎么能这样背叛欺骗自己的女儿 本来还打算用刚买的珍珠项链继续纠缠挽回治愈 但经过这件事完胜是乎也长大了 结婚这么多年亏欠治愈太多了 都没有尽到丈夫应有的责任 从来都没有送过像样的礼物 也许最后的礼物就是在离婚协议上盖章 第二天 两人约好一起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最后一次和曾经的爱人握手道别 崔甫希望妻子能够主动去警局自首 但心机后妈不愿意去自首 为了不给公司和孩子们的人生造成影响 决定找个地方自我了断 和所有她对不起的人发短信忏悔告别后 把手机丢到垃圾桶 当志宇收到后妈的道歉短信时 察觉到后妈可能要轻生 立马过来找哥哥郑宇 而郑宇也接到孤儿院打来的电话 说你母亲赚了大笔赞助资金后就联系不上人 于是两人赶紧孤儿院的后山寻找 当志宇看到最恨的后妈站在山崖边时 她的潜意识里是冲上前救人 却没想到把自己给搭进去 后妈和郑宇急忙把志宇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没有生命危险 但就是一直昏迷不醒 郑宇很担心志宇再也醒不来了 对她袒露爱慕的心声 原来她读书时就爱上了这个坚强的女人 无论在什么时刻多苦多累 志宇都能乐观坚强地活着 她希望志宇能醒过来回到当时坚强的样子 也许是郑宇的真心唤醒了志宇 可志宇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心后妈有没有事 看到志宇已得抱怨令她羞愧不已 志宇质问后妈为什么要选择以此来逃避问题 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不顾虑到家人会因此活在痛苦里吗 就算想死也要活着 好好地接受惩罚 那样子她才会原谅后妈对她的伤害 志宇的这一番话彻底让后妈醒悟 鼓起勇气给警方打电话交代了全部事实 而后妈也为当年犯下的错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也因此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崔甫英媒体曝光这个件事打击到心肌梗塞晕倒在地 幸好被郑宇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志宇担心父亲的病情 一直在旁边守护着 突然想起哥哥郑宇在自己受伤住院时说的话 也瞬间明白了哥哥对自己的心意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公司的危机 第二天 郑宇回到公司主持局面 向媒体澄清志宇回来认清不是为了来争夺韩秀集团的掌权 也没有出现家庭不合的局面 因为志宇的出面解决了公司面临的危机 替公司拿下了品牌最大的合作方 为此两人受邀参加合作方的宴会 而志宇自从知道郑宇的心思后 也开始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动了心 舞会结束后 他的内心还久久不能平静 这也是他离婚后第一次感到开心 相反前夫哥的生活就很惨了 调完胜每天都浑浑噩噩 很想念志宇回到常子清 婆婆也因为失去这个豪门儿媳崩溃到胜利 更让他崩溃的还在后头 小儿子调全胜因为投资被人骗光钱财 还欠下很多高利贷 没钱还债主把家里搞得鸡飞走跳 而婆婆却打起前儿媳志宇的主 因为眼前的儿媳是财阀千金 张口就要跟前儿媳借十亿 让他帮帮曾经的小叔子渡过难关 然而志宇刚被这一家人伤透了心 并不想去管别人的闲事 而婆婆却认为志宇忘恩负义 之前小叔子让你到事务所上班 给你工资养家糊口 你现在却见死不救 当初要不是我执意搬负人去来住 你根本不可能找到财罚父亲 志宇本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置之不理 却不知不觉地走到银行门口 本性善良的他 无法对前婆家做到绝情的地步 最终把全部的积蓄取出来 约见了公国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希望能帮小叔子分担一些压力 而公公看着桌上的钱 毫无疑问是自己那没出息的妻子去求志宇了 让志宇赶紧把钱收起来 不用担心 这件事不是你该管的事 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还上 只要家人团结努力 剩下的迟早都会还清 此刻他觉得唯一庆幸的就是志宇不在这个家了 没经历这件事不用再被折磨 不得知要把现在的房子退了 要搬到乡下住 瞬间就发烂砸了 宁愿死也不愿去乡下 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没出息的大儿子 如果你跟志宇没有离婚 我们家一定能起死回生 而完胜这回终于有了长子的担当 拿出自己为追回志宇存的私房钱 帮这个家分担能渡过难关 到了搬家这天 婆婆还不能接受他的豪门美梦破灭了 赖着不想回农村过苦日子 其料父子俩默契地把婆婆直接打包带走 而小儿子调全胜精力投资被骗一无所有后 也终于幡然醒悟 自己对前女友恩珠和儿子带来很大的伤害 决定重新开始追求恩珠 在全胜软磨硬泡下 两人和好无出 恩珠也如愿带着准女婿第一次回家见家长 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归属 而嫖玩圣泽努力向上生活 一直在等着志宇哪天能原谅他 自从志宇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哥哥后 就很努力地跟哥哥保持距离 当看到哥哥为了让他开心专门布置的场景 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然而他表白的这一幕全被郑玉看在眼里 两个互生情愫的人终于鼓起勇气在一起 有哥哥在身边 他的心里踏实又安心 逐渐治愈了他不幸的婚姻带来的伤害 两人一起逛街 一起吃着冰淇淋 一起玩着小时候爱玩的游戏 然而这短暂的幸福稍纵即逝 晚上 郑玉一一不舍送志宇回到家门口 而两人拥抱互到晚安的一幕 却正好被财阀奶奶给撞见了 奶奶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 因为外界的人都知道两人是兄妹关系 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但也不能有这种慌怒的想法 虽负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 因爱上后妈的儿子将来被世人指指点点 而且后妈当年遗弃女儿带来的阴影和伤害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毁 为了拆散两人 她决定将派遣郑玉去美国发展几年 郑玉听从继父的话 临别前最后一次见志宇 很抱歉不能给他幸福了 本以为时间可以淡忘一切 这一年志宇从来没忘记哥哥 把两人相互志宇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 前夫搁完圣前来祝贺 询问志宇是否还能原谅他 其实很想对志宇说每天都在努力地等他回来 却又不敢说出来 志宇拒绝了前夫 因为他的心里一直都忘不了哥哥 希望前夫能过得幸福 能遇到一个好女人 郑玉回国后 为了能够重新回到志宇的身边 摆脱和财阀家的关系 以新的身份许郑玉回归 而为了争取奶奶同意两人在一起 向奶奶表明决心 哪怕是十年二十年都愿意一直等着志宇 奶奶把郑玉的决心告诉女婿 而两人的对话正好被志宇听到 他再也控制不住压抑一年的思念 原来哥哥和自己一样都在苦苦地等待着 请求奶奶和父亲的原谅 连忙跑出来挽留哥哥 催赴本想阻拦女儿 却被奶奶劝阻了 都说世上没有熬得过子女的父母 奶奶这一年来亲眼看着孙女偷偷地哭了一年 心疼两个为爱坚持的人也不想再阻止 两个情投意和互相等待的人终于在一起 郑玉不想再错过志宇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何必在意那些世俗的眼光 两人幸福就好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前夫更遇到青睐他的女孩 而志宇的养母也迎来自己的黄昏恋 同样和志宇一样处境的抑郁 也放下世俗偏见和志宇的弟弟在一起 而后妈出狱后看到志宇的这本书籍时 也知道志宇真正地原谅她当初的伤害 她自知自己罪孽深重 一直都在孤儿院做义工 最后志宇和郑玉开启了幸福的人生 这部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宝子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